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牛顿的也好 爱因斯坦的也好 引力的成功的地方之外 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呢 有 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 到目前依然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新的异常 这是一个放在月球表面的反射镜 反射镜 这个反射镜的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镜片 这个反射镜震的大小是多少呢 差不多是一米 它里面放了一个小的一个个的 叫做后向反射镜的小晶体 这个晶体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证明 无论你速光从哪个方向打到这个晶体上面 这速光经过这个晶体折射和反射之后 都会沿着原路返回 都会沿着原路返回 你可以证明的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 反正我记得我在上大三上光学的时候 老师出过这题 解释就是这个现象 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当这个镜子阵列被放置在月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地面用激光 用激光来照射这个阵列 然后接收反射回的光子 通过计时能够测量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 这个术语我们叫做激光测跃 和我这个片子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会问 这个阵列或者说我们进行激光测跃 是不是能证明人类真的登月呢 其实并不能 为什么呢 在没有放置 在月面上没有放置反射镜之前 我用激光照射月球表面的话 我也能得到反射回来的光子 只是反射回来的光子非常非常少 有了正面镜子之后 你的信号就强得多了 强得多 但并不代表不能啊 哈勃空间望远镜看不见 但是美国有一个探测器 LRO 月球 勘测轨道器 可以看见这样的这个影像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来显示一下这个 他们所看到的样子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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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give you a hint About 70% of the planet is covered in this That's right, water So,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an important commodity As we send astronauts back to the moon? You catch on quick, yeah Water And you know, it's not just for drinking It also needs to be used for food preparation And cooling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think about this When astronauts head back to the moon They're going to be staying there for a while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wouldn't want to be hanging out with a group of people And an enclosed spac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If we couldn't take showers But water's also pretty heavy With a mass of about 1 kilogram per litre There's a limit to how much stuff astronauts can take with them As they go into space Hmm, wouldn't it be nice If there was already water waiting for them out there? And that brings us to LCROSS The Lunar Crater Observation and Sensing Satellite It's mission? To search for water on the moon It's a pretty exciting mission So exciting in fact That John Marmee Alcroft's deputy project manager Was inspired to write a song about it And it's called fittingly enough Water on the moon Take a listen But pay close attention Because the lyrics kind of tell the story of Alcroft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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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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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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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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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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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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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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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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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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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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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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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1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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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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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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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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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4 1 2 2 1 2 2 5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测量 另外一个和今天的 马上发生的事情很契合 这是两个飞出太阳系的探测器 一个叫做先驱者10号 一个叫做先驱者11号 这俩已经飞到太阳系的外围了 那已经和目前和地球之间的联系 已经中断了 这个当他们在飞出太阳系的 往外飞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先驱者10号的位置 比理论预言的近了将近58000千米 先驱者11号的近了将近6000千米 这两个效应相当于什么呢 它相当于这两个探测器 在往太阳外面飞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受到了一个指向太阳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使得这两个探测器减速 这个加速度是个常数 是个常数 使得这两个探测器在不断的减速 这个加速度要是其他乱七八糟的值 也就算了 但这个加速度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性质 假如说你把光速乘上哈勃常数的话 正好跟这个加速度的值差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说是不是这两个探测器的位置 或者发生异常 是因为宇宙膨胀的效应 因为哈勃常数跟宇宙膨胀有关 效应在太阳系的边缘出现了体现 结果是并非如此 如果你会发现真正会起到作用的并不是哈勃常数本身 而是宇宙的减速因子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说这件事情 那么到底是什么效应使得这个两个探测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减速的现象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是由于这个探测器有热辐射 热辐射由于不对称的热辐射使得它出现了减速 当然这是一种观点 还在来看看还有一种叫做飞率异常 刚才那个异常是在太阳系边缘的 这个异常就发生在我们附近 当有探测器飞过地球 或者以地球加速的 以地球的运动速度来使得它获得加速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测量这个探测器飞入地球 在绕地球飞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速度的变化 根据理论模型的计算 这个理论值和观测值之间差了多少呢 差了以伽利略为例 差了大概每秒四个毫米 每秒四个毫米 这个以小行星探测器为例 差了大概13个毫米 罗塞塔 罗塞塔大家都知道吧 前两天刚探测彗星的那罗塞塔 差了1.8个毫米 这个每秒几个毫米 对于你们来说好像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对吧 才每秒几个毫米 这个 但你们知道我们目前的测量精度是多少吗 我国的 我们不说世界最领先国家 我就说我国的 我国的对这个同样的航天器的测速精度是多少呢 差不多是每秒零点几个毫米 所以你可以看到测量到的这个值 比我们的精度要大几十倍 十几倍到几十倍的水平 所以这是目前也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有新的物理学呢 还需要我们下面来看 所以你会看到 无论从牛顿到爱因斯坦 再到未来某一个理论 引力的出现 无非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提出理论 我对理论进行检验 然后我的测量手段不断的提升 发现了新的原先的理论 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然后我再来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循环的脉络 但是你会发现 无论这个循环怎么走 有什么样的人物站上这个历史舞台 有什么样的人从这个历史舞台上面走下去 他们都遵循了 我刚才开头说的五点 清晰定义的术语 对吧 可以定量 很重要 可以定量 高度受控的实验 可以预报 可以检验 可以重复 对吧 记住这些 好 接下来